北京專家丁學文引述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指出 全球各產業都為缺料所苦 所謂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有的被迫降低產能 有的根本無法開工 這種前所未有的困境 也值得大家注意 幫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丁學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華爾街日報一篇 非常重要的文章 這篇文章的標題寫的是 疫情已經讓全球製造業 徹底崩壞 這篇文章很有意思 它特別舉了三家 台灣其實我們也耳熟能詳的企業 分別是 Toyota 豐田 Honda 本田 還有三星 日本跟韓國 台灣很重要的competitor 這三家企業 其實都有很大的 manufacture的基地 就是製造業的基地在美國 可是呢 隨著疫情的崩潔 加上我們看到 最近德州的停電 還有所謂全世界港口的 庸塞 這三家企業在最近的法說會上 紛紛發表 在2021年 他們遇到了很大的困境 首先呢 我們看到三星強調 因為半導體鏈的斷缺 因為晶片的短缺 所以三星在很多的產品上面 只能維持一定的capacity 跟生產量 所以供應不足 接著呢 我們看到本田 他強調呢 因為他的汽車製造裡面 有很多的塑膠 來自美國 尤其在德州 因為大家知道 Dolkampo的大本營 就在德州 所以整個汽車的生產 也受到了一些stock 豐田更強調 它的晶片真的來不及 所以它在Kentucky的一些車廠 都開始暫停了一個製造 事實上我們要知道 雖然德州大停電 已經過去了一個月 可是美國 它是全世界化學燃料的 很大的供應鏈 它在文章裡面 也特別舉了一家公司 叫Anchor Industry 大家知道美國人結婚的時候 喜歡在外面搭帳篷 這家公司也因為 化石燃料的不足 還有化學品的不足 所以最近也被迫要停工 整個世界呢 其實都面臨了 我們從來沒運到過的 一個製造業的一個崩潔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以代工為主 我們也要特別注意 所有事情的發展 可能對台灣也會有影響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華爾街日報的內容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